Hello,今天是破壁机的使用分享 我终于知道为什么你们要让我测试它了 是不是你们买的时候都已经挑梦了 现在就破壁机的品牌型号暴增 而且呢,它有不同的参数,不同的功能 并且同一个品牌还有不同的型号 从几百的到几千的不等 我看过很多对比视频,然后又看了种草 其实有时候也分不清到底哪个是人家真正种草的 或者是人家品牌推广的 所以呢,我就去问了一些日宴的人事 然后也去做了一番功课 其实市面上呢,把这个破壁机主要分为两类 一类是国产的,一类是进口的 国产的价格一般在千元以内 如果有部分进口零件的话,可能会卖到一千出头 那进口的一般是在两千到五千不等 从功能上来说,我觉得国产的 其实已经能完全满足中国人的需求 而且在功能设置上 可能国产的还会更丰富一些 就可能更偏向于我们自己的饮食习惯 这次呢,我主要测试的是咱们国内 千元以下的过产破壁机 也更适合于大众家庭 咱们从不同方面看看它的表现如何 那我先来教大家如何通过参数来了解一个机器 它功率越大,一般转速都会越快的 货币机的这个转速和功率是要比一般的榨汁机要大很多的 所以它的声音也会很大 但是它要比那些榨汁机就能有很多功能 比如说研磨呀,或者是做豆浆 它会做的会更加细腻一些 然后第二方面呢,是看看它的刀片 像我拿手里的这个是六页刀片的 这是小号的 这种大一点的基本上都是八页刀片的 臂的厚度值 像这种厚臂的,它是可以研磨干粉的 但这种薄壁的,它一磨就可能背体炸裂了 如果准备比如磨咖啡粉啊 或者各类豆粉的话,一定要选后臂 因为破壁机肯定要做一些 比如主的这种工作 如果没有这种防传毒层的话 一个是不好清洁 第二个就是它容易糊底 以上的这些数据呢 我觉得是大家在买之前一定要了解清楚的 我入的这五台,我给大家做一个表格 放在这儿,方便你们去做对比 那数据是一方面 但实际上拿到手了 其实我们自己用下来主要在三个方面 一个就是它的声音,对吧 很多买过老式那种破壁机的 都知道那个声音跟装修的电钻一样 声音巨大无比 现在呢,它有做这个静音罩 我这次选的全部都是带这个静音罩了 虽然加了这个罩子 但也并不是说完全静音啊 只是比原来的声音小很多很多 就相当于一个普通的这种榨汁机的声音 这四台来讲的话 这一台西乌雷 因为它是四万招 功率大,它的声音也会大一些 其他的四台声音是比较平均的 会小一点 大家也可以听一下这个声音 第二呢,也是大家最关注的一方面 它研磨出来的细腻程度 像如果做个什么火树汁啊 玉米汁 这几个肯定都毫无压力 它最难的是什么 就是用干豆子去榨豆浆 看看这个出渣的率是有多少 像这几台呢 就很遗憾的告诉大家 它都会出渣 这个出渣当然也有一方面的衡量啊 就是你要说那种大渣的肯定没有 我看网上很多测试的都是用这种的铁丝网去过滤 像这个网眼其实它是有点大的 虽然说它能过滤下去 但你喝着的时候还是会噎嗓子 所以为了能达到一个非常好的口感呢 我就在上面又加了一层纱布 就是两层网这样去滤 喝出来的是完全丝滑 没有渣感的 那这种情况下 看看这五台 它的剩余量是多少 一种表现最好的是西乌的这台 出渣率相当于后面这个几台 二分之一的量 那表现最差的一个呢 同样也是西乌的 西乌的一个低端版 它的这个渣子就明显比 其他的多出很多了 刚露出这么一点点 上面都护住了 那科西奥克斯还有这个安本素 它们的表现基本上是一样的 差不多的出渣率 第三方面呢 我们就来看一下它功能上的一些实用性 那我们看这五台 其实上面都会有一些基础选项的 这种功能操作 这种就是一键傻瓜似的 你可以把食材直接放在里边 就能去操作了 那我觉得有两个功能是大家要额外注意的 一个呢 就是它的档位调节 因为有的时候 我们可能要做这个菜单之外的食物 那这个东西有可能 用菜单上的都研磨不到位 那我们就可以去选择这种有调档功能的 目前这五台里边只有这两台 有调档 它有加减档 可以自由发挥 那第二个呢 就是它的清洗功能 因为这个破壁机 如果大家有运过的知道 它比较难刷 这个豆浆如果站在壁底的话 就刷起来比较麻烦 有清洗功能 但是不能说它完完全全给你洗的非常干净 但是90%的脏东西都能洗到了 就像一些壁上稍微有残留的地方 你再自己清洗一下就简单省事好多 那同时满足这两个功能的 现在就是科西的这一台 然后最后综合各个方面吧 我们来一起看一下它们的性价比 最便宜的是这个暗粉素的 你能拿到取档最低价格能到299 也是这里面最便宜的 但是有一个很严重的弊端 就是它这个壁比较薄 做豆浆什么的都爱亏 但是你要做干粉的话 有这个被炸开的风险 那就相当于直接少了一项功能 所以呢 这个就先淘汰了 第二个我排除掉的就是这一台了 这台就是问题出在 它的研磨心理程度上 没有那些膏 虽然说也比较便宜 但是我觉得性价比 是不值后面这两台的 其实从研磨心来讲的话 这一台是表现最优的 但是我没有选它的原因是 因为我觉得性价比不是很高 就大家如果看这台机器价格 应该在1000多块钱 其实我们要去给亚村团购 能谈到的最低价格也是999 才要比这两台的价格 要贵出500块钱 我是觉得如果说 这台能做到完全无渣 不需要我去再过滤什么的 那500块钱我愿意花 至少我少了一道工具 我省事了 但是它依然还是需要过滤 只是比它稍微过滤的少一点 那这一点钱我觉得还不值到500 所以我就把它淘汰了 那还是选择性价比更高的 在这两台身上 这两台去对比的话 其实外形上是有些相似的 然后价格呢 都能给大家谈到最低的 399的一个开团价 那最终我还是选择了 柯西的这一台 原因就是在于功能上 它有一个调速档 在这个里边多一阶功能 什么呢 是烘干 这个烘干 我是觉得有一点鸡肋的 它是烘干 通过底板的加热 然后往上烘水蒸气 烘要烘两个小时 费电不说 就是它时间有点太慢了 你还不如直接把这个杯体倒过来 面也能干 两个小时也干了 所以这个功能我是觉得有一点鸡肋 那不如这个调速功能使用 给大家看一下细节 像它这个壁体 就是完全可以榨干豆子的 里边的叶片是八叶头的 然后并且底下是做的这个不粘涂层 任何货品机大家用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啊 尤其是高海拔地区 你们要看一下说明出 因为机子的这个费点不同 你们先要去测试一下它的费点 那本次破笔机的测试分享 终于是测完了 我跟你们说 这五台破笔机在我家厨房老占地了 然后这几台没有用的 我就到时候给大家抽奖送一送吧 因为我自己真的用不了这么多 今天就到这